城寨村是一族白裸之系的聚居地 城寨里的每一个人都信仰神树 他们认为一旦小孩的胎盘挂在了树上 人与树的生命就连接在了一起 这棵树就成为了灵树 他们的孩子也就得到了庇佑 他们会不定期的对其祭拜 因为树木生长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小孩的健康 小鹿的女儿小军文静乖巧 突然有一天她的眼睛莫名患上了一种怪病 心急如焚的家人开始带着小军四处求医 却都没能治愈她的眼疾 就在小军奶奶的一次闲聊中 债老告诉她村里面有个小男孩也生病了 情况和小军大致相似 不幸的是小男孩不仅眼睛不舒服 而且后脑还受到了重疮 没过几天 村子里竟然又有小男孩出现了眼睛痛 流泪不止的状况 家长们都十分担心自家的小孩 万般无奈之下 他们前往了长老的家中请求帮助 长老说 这一切很可能是因为小男孩的灵树出了问题 小男孩的奶奶请了长老 一起来到了小男孩的灵树前进行检查 果然灵树真的出问题了 原本应该拴挂在灵树上的竹筒竟然掉了下来 我们这个规矩的话呢 这个灵树它是永远就不会背这根树 夜幕降临 长老独自一人来到了山里 他找到了小男孩的那棵灵树 并且把掉落的竹筒 小心翼翼地拴回了孩子的灵树上 不可思议的是 自从长老拴好竹筒之后 没几天 他的眼睛痊愈了 此后人们效仿这种做法 患有眼疾的小孩都渐渐康复了 然而小君的眼疾仍旧不见好转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小君的奶奶回想起给孙女封灵树的过程 小君出生以后 家人就张罗着为他选灵树的事 在城寨里 虔诚的债民们为了祈求神树 必有自己的小孩 都会为他们找一棵属于自己的灵树 那么如何才能顺利地找到一棵树 作为神树呢 狼树就是灵树了 它对这个树 它复合不复合 不复合这个查 就挂 查不过来 我们就不要它了 有这个灵树 叫这个小孩的魂 就是对这个小孩 对这个棵树 复合不复合的 我们就查不过 就有一个灵树 负责选灵树的是村中的一位老人 小君的灵树选定过程 虽然不够顺利 但也如愿找到了合适的灵树 封灵树主要分为 找灵树 祭祀 封灵树 护灵树 四大步骤 其中 祭祀算得上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在整个封灵树的过程中 大大小小的祭祀就不下时差 小君的奶奶认为 当时的仪式都是谨遵规矩进行的 应该不会出现差错 就在这时 小君奶奶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小君的奶奶赶紧出了门 向孩子的灵树走去 来到灵树下 他立即检查起竹筒的朝向 可是 他发现小君的竹筒并没有放置错误 正静静地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家人分析了所有能想到的原因 仍然没能找出根治小君演技的方法 这使得整个家庭笼上了一层阴影 此时 小君妈妈的心中多了一份担心 他想起自己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听别人说 近亲结婚的孩子会很容易得一些奇怪的病 而寨子里面的人都是近亲结婚 那么 有没有可能小君的演技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小君妈妈的怀疑不无道理 但是在寨子里面 由于近亲结婚而导致小孩得病的势力 几乎没有出现过 当小君的妈妈还在怀疑孩子是不是因为近亲结婚而得病的时候 小君的病情突然加重了 这时 孩子的家人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无奈 家人再次请来了债老 他说 在寻山的时候发现 小君的灵树的树干里 好像聚集了一窝马蜂 快把树掏空了 小君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十分震惊 赶紧从长老赶到了小君的灵树那查证 果不其然 在小君的灵树上有一个十分隐蔽的小孔 根据长老判断 马蜂确实在这棵树上筑了蜂巢 听了长老的讲述 小君的奶奶十分开心 他苦苦找寻的病源 终于找到了 长老要求小君的外婆 亲手缝制一顶帽子 戴上两碗饭和一股黑白缠绕的线 去看望小君 并且嘱咐家人说 他要帮小君重新再找一棵灵树 令人不解的是 在做完长老吩咐的这两件事之后 小君原本恶化的病情 就开始慢慢好转 最后竟然完全康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